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講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講講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 就是關於一位內地大媽 在香港機場大鬧天公 又來?不是吧 另一單消息 就是關於 有疑英港人在英國吵怨巴閉 被英國人投訴 內地大媽來香港 就說香港不口 吵怨巴閉 香港人移民到英國 又吵怨巴閉 又被人投訴 這麼遲 有人就說 大家都在同一條間 差不多 五十步笑八步 究竟 你來我吵我去別人吵 這兩單消息是怎樣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第一單消息 大家很熱話 講述一位內地大媽 在香港國際機場遇到保安安檢 遇到一些不愉快事件 他只是不愉快 拍片放在網上 非常吵 但我也想讓大家聽聽 這位大媽說什麼 可能有些尖聲 大家有幾十秒忍耐一下聽聽他在說什麼 是嗎 是嗎 嘩 聽聽聽他的聲音 馬上醒了 他說話很快 不知道現在是什麼 他在機場保安檢查的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 被保安員找到 他裏面有一個XO像 XO像 保安員拆開了 跟他說不可以戴上機 於是大媽就 觸動到他的心靈跳濟 他就說 不斷反覆問職員 他說在香港機場 什麼XO像不能夠帶回去的嗎 我不知道他帶回去哪裡 帶回家吧 但怎樣也好 你回北京上海 重慶天津 哪裏都好 甚至乎你去外國也好 好了 總之不允許 這位大媽說到 沒問題 沒有問題 你說不允許我就把他扔下 他說這盒 XO像是七塊錢 我不可能猜 很多瓶吧 無論如何 他說七百元 這七百元就扔掉 這件事就引起大家熱議 看到大媽 他質疑 為何保安員 說XO像不能夠帶 他說在香港機場 什麼XO像是不可以拿上機機 就著這件事件 很多網民就說 大媽 你不要白癡 有很多內地網民就說 他說液體本身就不能夠帶 你不要說香港 連內地也不允許 真的不要說坐飛機 你坐地鐵 你試試在 廣州或者深圳 你過安檢的時候拿著水 他會叫你開來喝淡表演一次 給他看 水而已 透明水而已 你為何要我喝淡 他怕你這些液體 二言液體 你喝淡表演的就放你走 如果是水就證明 你一箱喝下去 沒問題 就讓你走 有些人 都不想這件事 所以 有很多網民 內地網民就說 你不要想著 又拿香港機場 被人欺負 又說被人歧視 或者用這些類似的字眼 每個人都幫你 首先我們是幫你 不幫親 是不是 一件事就是問題 內地也是不給 全世界的機場 很多地方都是禁止液體上飛機 這件事不是Day1的事 好像已經執行了很多年了 差不多20年了 這件事 有人說 大媽你根本沒有常識 很多人以為 拿著電話拍攝是天下無敵 你可以記仓 但你不能拿上手 有人覺得 你不要想著這樣 搞得行 這些只是擺明自己拿架來丟 更加很多網民就說 那些人 可能看到 潮流是這樣的 很流行的 早一陣子 有多少人又說插這個 又插那個 然後得到很多人支持 對嗎 誰知道 很棒 現在很多人都喜歡 網報自己 是不是 那麼 扔掉它 賭掉它 不是 我猜 700元 應該不會是700元一盎 哪怕700元一盎也好 700元10盎也好 你這些東西 用不著手持 你找速遞也好 找人幫你寄回去也好 你自己寄倉也好 什麼都好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 其實你跟著民航署的資料 大家都知道 你隨身帶液體 GEL 噴霧 都不可以超過100ml 你帶過100ml 就不可以了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不要想著發脾氣 亂了大龍 是不是 有人就覺得 這個女人本身的理解能力很差 EXO醬不是液體嗎 EXO醬油淋淋的 你以為你這樣不當液體嗎 所以 有人覺得沒有文化 是很可怕的 有時候有些東西 寫好在這裏 他又不看 在那裏吵架 這就搞到 惹人了 所以你過來 有些人說 去到香港 在香港就出事 拆了 拆出香港 拆過香港 好了 而英港人 去到英國 也是一樣 因為有人就覺得 你看 你看 人家是不是這樣看你 你們自己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 可不可以叫五十步笑八步 有時候 也是 我們不能夠說 你一個是這樣 十個也是這樣 當然這個是普通的主觀 直覺覺得是這樣 但有時候不是 其實也不是 你可能有十個裏面 有三個是這樣 有些黑的 壞的 歧視內地客 歧視普通話 有人就覺得 每個人都是這樣 其實就不是 反過來 有些香港人 又或者有些人 會覺得 內地客很麻煩 很閹沾聲悶 可能每個人都覺得是這樣 每個人都是這樣 但其實又不是 好了 反過來 我經常都說 香港人 你去到外國 第一件事 閉嘴 怎麼會閉嘴 閉嘴 大家都知道 平常在香港 廣東話 很大聲 你玩也好 或者你很開心 也好 你應該顧及其他人的感受 這次 這次 是說一群 移民了英國的香港人 搞到一塌糊塗 所以大家的本事同根深 有位 移民英國的香港人 在網上 就說 自己 是香港人 自己 香港人鄰居 隔壁鄰舍 都是香港人 搬入了之後 幾乎每個星期都開派對 唱卡拉OK 這麼棒 不用做 無論是平日也好 或者放假也好 每晚都玩到十一二點 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好了 自己 打算他鄉如故之 拍一拍他們 跟他們說兩句 朋友 好吵 會不會想著 不要那麼激動 我知道你很開心 你有沒有叫我 我沒有份玩 你就自己 嗨 你們一群人嗨 我沒得嗨 你吵到我 不是那麼好 好了 跟他溝通完之後 對方竟然不理 我更加試過說 鄰居 差不多半夜一點多鐘 聽到有人大叫 跑樓梯 吵醒 你也知道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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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可以想到 別人的家庭 不是 就算香港 你住高樓大廈 隔音也不是特別好的 尤其是 跳上跳來跳去的聲音 吐牆的聲音 吐啪啪啪啪啪啪聲 這些都是很擾民 尤其是半夜生間 說話就算了 可能隔了 但別人的房子 只是木造 很薄 兩下就穿了 聲音很容易透 尤其是 外國 你真的一靜起上來 夜蘭人靜的聲音 很應聲 全小區都不用睡 你玩了 人家就跟業主投訴 說到投訴之後 去了隔離的隔離 再開派對 即是說到那小區 原來有幾戶香港人 OK 誰知最後糟糕 就說被當地居民投訴 後來 這位事主又回到 自己的單位繼續開派對 而說到開派對的頻率 越來越頻密 這麼多派對的 他又不理會了 有些人是這樣的 關你彈智嗎 這裡是我的 你這麼喜歡睡 你就堅持著耳朵睡 有些人是這樣的態度 不要說去到外國 在香港也是 舉例 我常見的例子在露營group 那些露營group 經常都投訴 香港人 香港人 說香港人 不知道是什麼結構 你去露營 享受大自然的環境寧靜 他不是的 帶了酒去 然後有些人 帶了一些 HIFI 還沒拿到Disco 在那裏 吵架 晚上 半夜三更 有人受不了 就叫他閉嘴 然後 那些人 會 說你 那麼喜歡睡 回家睡 我喜歡怎樣玩 關你膽子 很兇 有時候我覺得 老實 他還沒拿到扔錶 適中 可能適中 我都不知道 扔錶的機 你不拿到 波桌 我覺得 很有趣 有人就覺得 真是橫無理 所以有時候 大家在那裏 說別人 說內地客來到香港 很野蠻 其實 骨子女 大家都一樣 只是時間 地點 不同 但是人物 大家都一樣 內地客 香港人 難聽一點 都是血脈 同根身 所以 有些人說 你不要想著 在外國 看到自己人 就幫到你 有時候 每分鐘就掉頭走 不懂 你看到這些事件 自己人勸自己人也勸不聽 好了 這位事主說到現在隔壁的那位香港人就沒有再高聲唱卡 OK 10點半打後也會自覺小聲一點點 但每次都有10多人去他家玩 整班小孩在花園又大叫 無論事主自己怎樣把飯廳的電視隔大 都會聽到隔壁 都很吵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居住類似排屋的那種結構 如果你說排屋的那些 當然是 承認了 貼住了兩間屋 如果是獨立房子的話 很想然之人家多大聲 也挺恐怖的 好了 說到地上花園的那幅牆很矮 一走出花園就看到整個村人在 附近居民都住了很多年 對於有些人 搬進來 其實 他們都會留意 因為想知道你是什麼人 當然 這班原住民 留意到近期 搬進了很多 經常開派對的香港人 很不滿意 本來這個很寧靜的小區 現在便是吵怨 但是 英國的原住民 未去到投訴的程度 但是 聽到 當地的英國人 就說 你們這些中國人很吵 所以 在 外國人眼中 不要說香港好 內地好 中國人 甚至看到黃皮膚黑頭髮都好 中國人很吵 他們會覺得 這些外觀的人 都是有一個 套帽 所以 為什麼我經常都說 大家出去玩 出去旅遊 有時候跟隨人的規矩 這樣會好一點 你不會給人印象 我喜歡怎樣 關我鬼事 好了 不關你事 可能到你下次再重力 遊遊的地方 你會發現很多事情改變 甚至針對 有人說 為何要針對你香港人 即是說這些 說話 甚至針對中國人 包括香港 當然 是不是歧視 但是你 真的想心一塵 這些 很多人是做 是很多人 一起去造成 不是一個半個 你不要說 他們只是他們 弄我沒有份 可能你們也有份 只不過不知道 所以 有這位網民 最後 在帖子中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更加這位香港人可以看到 收斂一下 他說 你已經很成功把香港人好客知道的美語 在這條街發揚光大 他說 原來這個小區 就住這個鄰居 每一次開派對 每個人都在 自己討論 很多人看完之後 就說 很混亂 拍照香港人 投訴到 他們收聲為止 去到別人那裏 都是 不管別人的感受 只顧自己享樂 建築別人的痛苦上 所以 其實是同一道理 有時候 不要只說 有人說 我們好一點 其實 好不好一點 就看人 看個人 就不是看你的 地區地域 去劃分 可能知識水平 炒得很複雜 不用說到知識水平 基本的東西 大家都就不好 你說 我個人也是這樣 但是 起碼有很多人都會收斂 但反過來 我們每一次被人投訴 都是 毀過他人 把問題 關你什麼事 這是我的地方 我喜歡怎樣怎樣 野蠻 我們不想被人 冠於一個野蠻人的稱號 大家真的要檢討一下 這位大媽也是 你不要以為放上網 所有東西都沒事 其實就好 很有問題 顯得自己的無知 今集整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 拜拜 拜拜